在上海有一处堪称华东地区最奢华的豪车库 这里停住的是各大系列的豪车 不仅如此这边的房价也是相当奢华 据说一栋别墅三亿起 所以这边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也有很多明星居住在此 比如说张翰 他的法拉就停在这里 上海有超过一半的法拉都停在这个车库哦 在整个长三角地区 没有哪个车库 跟他相比 这个车库连柱子和墙壁上都用的是瓷砖 虽然这个车库的豪车数量不是最多的 但是豪车的级别可以说是最高了 跑车在这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更有限量版跑车和限量版的豪车 在这外面难得一见 在这儿却是平排着停放 这边的业主不仅有豪车 私人飞机对他们来说也不在话下 我们都知道张翰没做演员之前 也是一个富二代 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收集豪车 所以张翰的车能停在这样的车库 也表明了这个车库是配得上他那些豪车的存在 在这个超高端的小区里 每一瓶的售价在28万左右 住户们出行开的不是宾利 就是劳斯莱斯 或者其他一线豪车品牌 据说这边的车位有些要100万左右 人家一个车位都抵得上小城市一套房了 但是虽说这边的豪车有很多 但是不一定都会开 住户一般出门常开的也就那几辆 其余的车就是买个车位放着 想起来的时候才会开出去溜一圈 这种极为的富豪 豪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 收集车反倒成了一种爱好 从宾利 劳斯莱斯 保时捷 到法拉 麦巴赫 法拉利 看着自己的豪车一排排整齐摆放好 特别有成就感和归属感 国内仅有两辆白色的法拉就在这个车库 其中一辆就是明星张翰的作家 来这个车库逛一圈的话 不亚于逛一个国际豪车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